雄安新區 設立雄安新區 是去年4月1號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宣布的 那很有意思的是那天正好也是西方的旅人節 可是這個宣布本身 其實就是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2條 其中談到全國人大行使下列職權123 其中第14條就是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製作 可是在去年4月1號之前的半個月 就3月15號 剛剛接受了全國人大 在那次全國人大大上 根本就沒有人提起雄安新區的問題 沒有人對這個事情進行討論 更沒有進行任何表決 當時代表可以說對雄安新區就是一無所知 那麼結果到時候來呢 不到半個月之後 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 以國務院的名義 就把這件事就推出來了 可見他這個根本就是 完全那個制這個法定的程序於不顧 制憲法於不顧 那除非表明了這就是習近平他個人意志 這點應該說是個非常清楚的